有這個美女轉身為作家 你自己的心路歷程是怎樣 過獎啦 其實是一個很意外的 因為我之前也沒想過會出事 所以其實很多都是我覺得是一機會來的 機緣 因為他也有打個戰 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一篇的報道 出版社會看到 他有邀請我 這些全部都是機會來的 我也很珍惜 但是今時今日 每個人都走這個小毛 出寫真 你走回文字路線 你有怎樣看呢 其實我覺得 香港社會是需要多些文化多些的輸入 文化媒體多些 或者多些是一個作家去分享自己 或者作一些正面一點的 有正能量的輸入 還有一些例子的輸入 現在這個時下的社會 特別是一些禮智 和八十六的輸入 可能可以再多一點 所以作為美女加財女 做小孩 多謝 多謝 陳小姐 多謝你 多謝 還不用Cu visit임% Except再拍一次的罵見